3月18日,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第23届香港国际影视展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开幕。 展览吸引来自35个国家和地区超过880家公司参展,包括中国内地和香港各大影视公司,多家国际影视单位。 记者看到展厅内人山人海,不少国际买家前来下谈合作。 今年内地省市的参展商阵容庞大,北京、上海、杭州、湖南等多个省市纷纷设立地区展馆。 内地主要制作及发行公司已设立展馆,向全球买家介绍内地影视市场的规模和潜力。 华策影视集团总裁赵一芳表示,他们已经是连续第8年参加香港国际影视展,希望借助这个平台,推动影视作品走向海外。 国际影展也是举办很多年了,我们每年都来,而且每年在这里都会有很多国际的合作伙伴,谈成生意,有很大的影响力,很大的影响力。 在华策这么多年一直在海外,致力于海外的出口和发行营销,每年都有一千多小时的电视剧要营销海外。 所以它本身需要很多很好的平台来展现传播和销售,那香港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赵一芳还强调,他们重点向海外市场销售展现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下时代精神的影视作品,希望借此让中华文化走得更远。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那么很多传统的中国内容,用创新的手段,国际化的语境去表达一些历史剧和古装剧,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方面,中国在改革开放40年以后,我们整个国家的社会生活起了非常大的变化,而且有很多精彩的故事和人们的一些美好生活的一些体现。 那这个故事也是全球观众会非常喜爱的。 香港国际影视展将持续至3月21日。 除展览外,主办放映准备了60多场文化交流活动和300多场试音会,希望为影视业界的发展带来更多机遇。 本集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